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谁能救我 把他们都叫来吧 青死了 自然是大罗神仙也难救 那就别浪费这掉命的汤药了 慢着 终于回到仙阳城了 这下可以好好吃一顿了 十一已经先行一步 就会报老太爷了 老太爷这么宠小姐 一定会问小姐准备一顿丰盛的接风宴的 那是自然 怎么样 叶峰 我们中州可比云武国大多了吧 我们萧家的财力 更是堪逼你们云武国皇族 你看你千里迢迢的来了 以后就住在中州 别回那边陲小国了 你怎么了 没什么 走吧 没想到刚来咸阳城 却有东西引发了地勤的躁动 这趟萧家之旅有意思了吗 什么狗屁丹圣 还要我们大张旗鼓地迎接 灵灵堂妹 别是找了个江湖骗子吧 你跟着小姐一同回来 可又发现这丹圣 有什么过人之处 我和萧石并未看见过 丹圣治病救人的过程 但小姐对她极其信任 为了求药 甚至给她揉肩 丢人 萧家何时需要这么第三下死 求别人了 爹 这丹圣不能留啊 二叔 我带这丹圣回来了 太爷爷还好吧 我带丹圣去给他治病 老太爷好多了 治病不急 你不是有事找小姐吗 小姐 二老爷前两天 刚给你买来只鸟 我带你去看看吧 真的 傻鸟啊 叶峰 我看完鸟 就带你去看太爷爷 这丫头还真好糊弄 这丫头还真好糊弄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正好 你们的家务事 我也没兴趣掺和 就此别过 算你识相 赏你点辛苦费 带着你那什么狗屁 要玩糊弄别人去 愣着干嘛呢 滚了 第一 是你们肖家小姐求安 第二 敢侮辱丹道 做好死的准备了吗 放肆 一个乡业骗子 也敢在这儿大放厥词 你给我把她抨出去 嗨 死的准备了吗 放肆 肖家没人了吗 碧丹九重 也敢带出来丢人现眼 看招 快上 该死 你看碧丹八重后强的灵力 一起上 举手 秦鸿九重 后面 后面 你们这群废物 他竟然将师兄的灵脉烧断了 这是什么功法 敢伤我师兄 我宰了你 宰我 你们的精脉 别要 一个毕丹八重 怎么可能 你们父子不就是想士卿夺权吗 我懂 不过 你们得等两天了 小老太爷不能死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们也想救老太爷 只是他病入膏肓 已经神仙难救了 是吗 那我要是救得了老太爷呢 你要有这本事 我 我 我 当 赵 下跪 道歉 道歉 好 那咱们一言为定 到时候 可别不敢认啊 哼 爹 你中钩 叶芳 你都不跟我二叔的 快走 你 你怎么还洗上澡了 你来得正好 拿个毛巾给我 给 搓背 我不是丫鬟 我知道 萧大小姐 帮我搓背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逗我 这是一些盘缠 赶紧拿上 快走 你慌什么 你太爷爷治病的事 我心中有数 我没数 萧十一偷听到他们的谈话了 不管你能不能治好太爷爷 他们都不会放你走出萧家的 你是我找来的 我不能害你丢掉性命 所以 你快走吧 真的 不救你太爷爷了 我算看出来了 二伯还有堂哥 他们根本不想救太爷爷 所以 我不能再害你出事 否则 我会愧疚一辈子 你放心 我不会死 老太爷也不会死 这世上能杀我的人 还不存在 真的吗 你吹牛 真的 我保证 老太爷马上就要咽气了 这时候不能出岔子 得想个办法除掉他 一个毛头小子也敢撑胜 我看他还能嚣张多久 这是 什么 我要你们马上动手 夺取萧家大权 是 我爹说了 这毒能让人失去神职 不 要是不吃解药 片刻就会完蛋 叶峰 敢和我作对 就送你去见阎王 应该差不多了吧 死在梦里 便宜你了 严妄 我不光填你 我还要杀了你 你 你